观众老爷们好啊 我是莫莫 继续悬疑新剧1899第二集 有氧的歌声让船长醒来 远处的房子烧着了 船长从梦中醒来 手上还握着那条丝带 是梦吗 那么真实 酒 酒 喝酒能解愁啊 门却敲响了 士大夫 告诉船长 这是公司发来的电报 乘船 而且还有别的情况 船上所有的罗盘都坏了 普罗米休斯号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太诡异了 同样诡异的 还有床上的男孩 他是普罗米休斯号上 唯一的幸存者 弗兰克林拿着孩子 给他的三脚体 却毫无头绪 出门 小孩却睁开了眼 底层的荷兰仔 被同船问着 发生什么事了 普罗米休斯号的人都死了 而只剩下那个男孩了 难道那个男孩杀了他们吗 船长喊着荷兰仔 让他清点煤舱内 还有多少的煤 自己上了客舱 找到弗兰克林 为什么船上 只剩下他一人 那又是谁 把他锁在里面的 又是谁 给我们发的电报 那个女人的歌声 又再次传来 除了船长的问话 弗兰克林 什么都没有听到 这太诡异了 再等弗兰克林 回到自己的房间 却遇到了1013的邻居 说着他听到 弗兰克林房内 有人在哭泣 并说着自己的名字 丹尼尔 回房 弗兰克林质问着小孩 但孩子什么都没有说 直直地走向那个三角体 直将他给到了弗兰克林 另一船舱的刀疤男 洗着头发 你可真难找啊 小帅哥将物品 给到了刀疤男 却被刀疤男的姐姐撞见了 谈话打断了 船长室的谈话 却从未中断 他们的船 没有运载任何货物 客舱也没有注卖 这明明是不赚钱的航线啊 那时候普罗米休斯号也是如此 公司为什么要我们走 这条航线的 而且船来电报的结果 只有两个字乘船 忧愁的 不止船长 那个假日本女人望着船外 女席人打扇着 表达着对日本的喜好向往 林医 你干嘛啊 她的母亲带走了她 只留下吕熙恩空落落的 但一旁的女人却打着岔 看来您对异国的小鸟 很感兴趣呢 吕熙恩 2101时 黑人和尚的信 向着2101走去 将一枚勋章放在了桌子上 听到有人进来 立马躲在了床底 吕熙恩老婆进来 将勋章收入了抽屉 又走了出去 船舱室内 船员们讨论着 公司为什么要我们 把那艘船弄成呢 大副说着 一切等船长决定吧 可船员们嘟囔着 船长早就该换人了 他的妻子点火烧死了 三个孩子后 船长的精神早就不正常了 船长是 翻开着那封信 丢失之物 终将寻得 哥瑶蔡茨回到耳边 寻着声音前行 却空无一人 门开了 声音传出 船长进门 那是自己家里的样子 时间定格了几秒 火焰才燃起来 孩子们唱着歌 老婆气愤 船长回来晚了 女儿妮娜 抚摸着船长 想抱住 却突然起了熊熊大火 船长被弹了出来 这是哪儿 只有一个绿甲虫 顺着它 进入了烟囱 爬上了墙 是自己的房间 却有个三角的暗示 另一头 弗兰克林检查着小男孩 他的脑后 也有那个三角的标志 敲门声响起 是船长 质问着小孩 到底普罗密休斯号上 发生了什么 被弗兰克林拉开 船长说着 自己听到了女儿的歌声 还见到了女儿 直到邻居丹尼尔过来 船长这才离开 丹尼尔简单地寒暄 望向了里屋的小男孩 走廊上 吕西恩老婆有些惆怅 黑人上前搭讪 简单的几句 让女人有了情愫 回到甲板 却被船员们找着 所有的船员都不认识她 这明显是个偷渡客 一拳昏了过去 却有人醒了 上级的那个牧师 喘着出气 底层船上内的刀疤男 把玩着小富豪的礼物 姐姐质问 是那个男人给的吗 这群有钱人 不会是好鸟的 不会有免费的施舍 而走廊上 牧师询问着小富豪 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不会被抓吧 还有那个小男孩的眼神 太可怕了呀 刀疤男的姐姐 把礼物还给了小富豪 让他离地里远一点 捡起了礼物 可牧师的眼神却有了仇恨 信信然地回到了房内 而此时的船长是 盯着那个密室 船长再次下去 却只有四面的墙壁 刚准备触摸 却听到了枪门声 是荷兰仔 他来告知煤仓还剩一半 大概还有三千吨煤 荷兰仔问着 什么时候能回到航线呢 船长没说话 转身关上了门 另一封信被打开 弗兰克林再次望出了神 小孩靠近 弗兰克林对着孩子说 不管你听不听得见 我有个朋友 消失在普罗米修斯号上 四个月了 这是他寄来的信 这个标志和你脖子上的是一样的 普罗米修斯出了什么事 把你的脖子又是怎么回事 门外 紧急集合铃声响起 船长要解释一些情况 而只有小帅先回了房间 说着牧师怕什么呀 你不是真正的牧师 也不是我的兄弟 甚至西班牙人都不是 你只是拉米罗 一个葡萄牙的奴仆 但他们没有时间 关心你这些 你怕什么 你什么都不在乎 你什么都不在乎 拉米罗 近乎怒吼 小符号只是凑上钱 说着 你无非 只是嫉妒吧 然后 吻了上去 诶 这能拨吗 这两个男的 原来是基建选手 先不管 那边的基建表演了 有人关门了 那是1013的丹尼尔 放下了甲冲 引导着刀疤男的妹妹 一直延伸到顶层 大厅 船长说着他要返航 带着普鲁米修斯号一起 所有的人都在质疑 就有一艘空船的意义在哪 而只有船长一意孤行 弗兰克林跟上了顶层 船长就说 你不会改变我的主意的 那艘船有问题 公司还想隐瞒他 还要我们弄成他 而且 有人希望我找到普鲁米修斯 这是四个月前的信 里面是自己家人的照片 船长说着 也许自己疯了 但必须查清楚 那艘船出了什么事情 弗兰克林却拉住了船长 不能回去 我不能 你也不能 船长心意已决 弗兰克林回到了船舱 却听到了邻居丹尼尔叨打 船长不该这么做的 他不清楚这么做的结果 大家不会坐以待毙 弗兰克林没回复 进了房间 叶更深了 船员们讨论着 为什么要拖回普鲁米修斯号 也许就该跟公司说的一样 弄成他吧 也许吧 大副叨叨着 但船员转身 出事了 喊着船长一定要来看看 让那个电报机 传来了三角的讯号 弗兰克林摸着项链 丹尼尔看着手上的照片 诶 那不是弗兰克林吗 可现在的重点 全在顶层 刀巴南的妹妹死了 Ending 而每个人的表情 全都记录在显示器上 我是默默 这每一句1899第二集 这集啊 挖坑剧 都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从第一集和第二集 我们能够知道 现在这艘船啊 和普鲁米修斯号 是一个公司的 然后这个小富豪 和这个假牧师 是祖父关系 却产生了情愫 现在船上的黑人男 跟2101的旅行人 应该是有关系的 这个勋章 未来肯定是重点 然后啊 普鲁米修斯号 来的丹尼尔 手上的照片 却是弗兰克林 并且总是关注弗兰克林 他来的关系 一定有些故事 还有小孩的脑后 这个标志 三角被画了一杠 是不是和这个三角体 也有关系呢 弗兰克林的项链啊 也有类似三角 和指示箭头 这都是小一点 我也是忍住 没看全集 带着疑惑 点赞过两个 我们一起去看 1899第三集吧 如有剧情疏忽 请评论区补充下咯 见谅啦 那886 请评论区补充下咯